哈喽姐妹们 今天咱们自制饮料 有没有姐妹就是夏天不爱喝水的 还有家里宝贝也不爱喝水的 大家可以在家里自制一下饮料 这个咱们今天冲一个蜂蜜柚子茶 果肉都是能看得见的 味道甜甜的 酸酸的 很好喝 前段时间我家女儿发烧 上火一起的 现在我就给她每天都去幼儿园 都给她带这个蜂蜜柚子茶 蜂蜜百香果茶 每天给她带一大杯水 她都能喝完 之前在幼儿园里面不喝水 就那么用温水 直接冲一下就可以了 搅拌一下 可好喝了这个 而且满满的果肉 果肉都是能看得见的 让大家看一下这个百香果的 这个是百香果的 这个果肉都是能看得见的 可好喝了 酸酸甜甜的姐妹们 大家如果有那个夏天不爱喝水的 还有就是孩子不喜欢喝水的 大家可以给孩子或者给自己冲一下这个茶 我好喝了 自制饮料 这个杯子是赠的 拍两罐 随机拍两罐 无论哪个味道的 都赠一个这个吸管杯 这个吸管杯可好看了 看一下 姐妹们 大家 如果说有那个需要的 小黄泉可以去拍 真的特别好喝 给孩子们冲一下或者给自己冲一下 夏天多喝点水 不上火